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Av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的 你要賣多少 馬上就看到了嘛 開場大家就看到今天 咕什麼車 To be Or not to be 這誰講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忘了 你要不要看那個 莎士比亞 是嗎 是啊 這個當初 叫做熊貓車 Wcar 哇靠 名字取得不太好 我很興奮 當初是 勸君郭彩傑 廣告 紅豆車南國 春來發幾支 勸君郭彩傑 此物最相思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拜託 郭彩傑代言 你是那個 好好過年的卡通 人生王子才會閃閃 2012年的啦 12年的車 玉龍 酷筆 丹羽刷 有沒有看到 音飾喔 以前我們這個改車改喜美 怎麼會改丹羽刷你知道嗎 丹羽刷很屌 像跑WRC 都要改丹羽刷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大字在那邊耍後一千 最流行的 改車就是這樣嘛 我講過了嘛 大家都出五門的 你就要三門的比較屌 對不對 大家都出三門的你就五門比較屌 大家都單出你就要雙出嘛 大家都雙出你就單出嘛 大家都兩支羽刷 你就要把它改成一支羽刷 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什麼好處 你買羽刷頂高器的話 只要用一個就好 壞掉了還可以再拿一個 還有UV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 你羽刷頂高器 可以用得比別人還久 花一樣的錢 哇 好划算喔 還有第二個好處就是 羽刷你只要換一支就好了 還有 好 所以好處多多 那來看一下這個燻黑頭燈 有沒有 這個就是熊貓的眼睛嘛 熊貓眼睛 還有兩大黑黑嘛 這台車如果白色更像熊貓車 對 設計感不錯 你看 這裡還有工業風螺絲鈴 欸這個我 我還蠻想買的 買回來 開箱一下給大家看 這像外面車廂那邊要收啦 我們隨便買 它這個是1500cc的 而且重點來了 來來來來 先看一下 先帶大家看一下 我 我很興奮 為什麼 你看它的車頂行李架 Level太低的是沒有行李架的 對不對 對 看到沒有 看到那根擋 擋了沒有 哎呀手牌喔 Oh yes 所以呢今天這個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們帶大家先來 看一下這台車的狀況 好不好 這台車 勢必今天一定要把它拿下 這台車便宜便宜的 買個幾萬塊回來 拍個開箱好玩好玩的 對不對 出去配一下 玩一下 很有樂趣啊 好OK來看一下車子啊 外觀呢 保桿剛剛工業風嘛 大燈霧化嘛 對不對 其實這個車看起來已經 可能丟到外面很久了啦 那個漆面也沒有非常的亮 保桿這邊啊 這保桿之前應該滷到 整支掉下來 我跟你講這螺絲很好用 以前 歐巴有沒有 最喜歡用的是什麼 對鎖 然後中間有個鐵片 你知道嗎 就這樣直接就夾 阿看我問你你負荷帶 沒有 你沒有在開塑膠 騎塑膠殼的 你都是騎鐵殼的 從小出生到大都騎鐵殼的 不是啦 利米負荷帶 塑膠殼有啦 以前那歐巴都要買那個鐵片啊 兩邊可以對拉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真的是負荷帶 有一個鐵片有兩個洞 螺絲一個鎖這邊 然後把它拉緊之後 一個鎖這邊 那個鐵片就會把它拉起來 有點像束帶的意思 反正就是可以把 你的塑膠殼分開了 可以兩個這樣對鎖起來 那個是 鎖殼神器 窮人神器 窮人神器 對啊就直接鎖 保桿不行了啦 我正想搞不好卡扣裡面都斷掉了 這個我比較想說這個現在有材料嗎 搞不好連對岸都沒了啊 這車連對岸都沒有了 應該沒有 左岸也沒有 對岸現在怎麼可能會有 左岸 對 咖啡 對啊 阿呆還會怕 怕MV 有的 走路的 有了 你看阿呆MV 但媽的把他截下來放上來 你說阿呆 談戀愛 是嗎 不是 他上次不是在合體邊拍 你是富二代都沒有在關心同事 沒有啦 你是下班的就仆人在伺候你 沒有這回事 你沒有看阿呆拍MV嗎 周杰倫MV的那個style嗎 有 我回去看 這家有夠慫了 好啦 阿這個 馬虎妮也要考七 你偶爾要關心一下同事啦 真的 門把 他這門把考七可能很薄 我實在不太想看 因為這幾萬塊 隨便跟他喊一喊就好 這個他出去估真的沒人要買 喂 連天還改的 瑞斯 不知道真的還假的 你仔細看是 瑞斯 只有 只有 Russ 他這好像是V 對啊 他不是Y 他是V Russ Russ 也不錯啊 VR 人家有寫VR 有沒有 輪胎22年的咧 點都還在咧 這個有一陣子沒開了 帥咧 R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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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好你看 後面這個也掉 喔 欸 熊粗 沒注意 這熊粗沒注意咧 是確定 熊都出來你還沒注意 後面還有備胎 備胎座 很屌 這車這麼小 怎麼會有備胎 好酷喔 其實外觀我認真講 就這個門把吊七 這邊有一點點生鏽 欸我認真講 其實是不是還不錯耶 還不錯 就是只有前後保桿 然後門把 其實你看他沒有 他顧得還不錯 他其實他板筋沒有什麼傷 我們來看一下他後面這個好了 他這個備胎很酷 欸 有什麼車有備胎 沒幾台呢 都修旅車才來 那麼小的車就有備胎 我第一次看到 比Jimmy還酷 喔 這班納呢 不是啊 他怎麼拉不開 遙控後車油箱 這麼屌 哇 只是稍微嘰嘰叫而已 哇 欸我條碼耶 這什麼 擋泥板耶 他曾經想要把它改擋泥板是不是 LSD JSD 這是要放啊 擋泥板是要放在這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 對啊 對對對 這樣 欸很酷耶 他買了四個耶 我們買回來把它鎖上去要不要 要啊 然後這邊也都沒有生鏽啦 不過還不錯 你看他這邊也都沒有任何的鏽石 然後螺絲都沒轉過 後車廂是OK的 後面沒轉過 而且我最喜歡的 他有裝椅套 到時候拆掉又是一尾活龍 欸 而且啊 他這個雖然是原廠的 他這個折線全部都沒打焦 他有夠省錢 你看 之前這個折進來的 我們不是都說會打焦嗎 他都沒有 對 他都沒有小朋友騎打焦 都不打焦 我覺得這個縫隙 也應該要打焦 他都沒有打 這一片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為了做這個尾燈 然後硬黏上去的 這一塊 這一塊嘛 因為正常都是一體成型嘛 對啊 尾燈上去嘛 感覺又補了這一塊 好像是為了要 讓這個尾燈鎖上去 所以他才補這一塊 你有沒有覺得 好 看一下板件 這個帥 說真的在路上真的沒看過了 所以這我們開出去是不是就屌了 這個當初賣不好很大的原因是 不知道哪裡一直在傳說 要方向盤掉下來 真的假的 說開一開方向盤掉下來 我很神奇 方向盤就一根槍管到底要怎麼掉 我懷疑這個是他媽 那個時候最早的潑髒水 你知道嗎 其實我不是第一次買這個車 這個車我以前總共買過兩台 還是三台 我其實當時沒有覺得有那麼爛 我說實在話 這車主你看他還有加油壓點桿耶 哇 他很認真 點桿耶 直接自攻 簽過了 真的 哇 這種車是沒多少錢 改什麼的直接攻下去 你看他這邊也是直接攻的啊 他沒有在管的 沒有在管有沒有生鏽啊 還是轉什麼手螺絲 他直接不管了 他就直接敲下去 直接敲下去 不過這個車條碼我現在看都在哦 螺絲都沒有轉哦 沒有撞過哦 左右葉子板 引擎蓋 條碼全部都還在 然後螺絲呢 全部都是沒有轉過的 雖然螺絲沒有轉過 但是有被敲過 我當初看到這個引擎的時候 我懷疑這個引擎應該是TESEL的引擎 但是我不知道是他去跟Toyota買呢 還是他仿TESEL的 逆向還原 對 因為他這個整個鋪陳我覺得有點像TESEL 很厲害耶 他的水箱有溫度表耶 為什麼需要 而且他還換正式皮帶耶 51859換的耶 欸他這個牌子是要幹嘛的啊 給修理出事物在那邊用立可牌 寫說什麼時候換過正式皮帶這樣哦 鮮明版哦 這塊啊 這塊不太太小 搞不好有人知道 我一直很懷疑這個引擎是TESEL的引擎 欸如果是TESEL1500的引擎就屌了 TESEL引擎開不壞啊 對啊 對不對 最簡單最機械性的引擎上來 我就喜歡這樣啊 我以前講過了你知道嗎 比如說你幫我做一台MX5 然後你放TESEL引擎就好了 一台賣我70萬80萬我就買 要有機會冷就好啦 你也不用什麼carplay我都不用 給我隨便一台彎錠像湯S的那個 拿機油就好了 我就只開一個外型啊 或者是你給我一台很漂亮的 這個Tigula 你知道Tigula嗎 Tigula OPPO TIGURA 雙門小跑車 放TESEL引擎 Vios引擎 每個都投 我就開得很爽啦 還有Vios的變速箱啊 開不壞啊 你給我裝的引擎就好 我只是在開我外型很帥 雙門跑車啊 勞斯來斯 然後 Toyota Tesel這樣 我覺得那個太裝B 太裝B了 那小小台可以啊 你勞斯還是你裝 太大台了 對啊 那裝不了B啊 那人家一看到哈哈哈哈 假的 沒有我覺得小朋友年輕人才有可能這樣 外貿協會嘛 或者是像飛亞特500 你用個Tesel引擎 我很開心啊 自排的就好啦 我想賣爆 下面觀眾朋友會留言 我就飛亞特500 放一個Vios引擎跟變速箱 自排的 一台賣個50萬60萬 底下留言 你們買不買 我一定買 欸台灣好像沒有這種車耶 突然想一想 台灣就限制發展 像大陸現在仿到靠北 仰望那一台跑車這樣 喔很帥 你在他身上可以看到 全世界各大超跑的影子 所有的東西都是從模仿開始 對不對 像我現在唱歌會那麼好聽 我們也是從模仿張學友開始 來 我來吃吃吃看 原因 我想要和你再去吹吹風 好啦車頭沒有撞 這個應該是逆電流 這個一定要拆掉 這是什麼東西 這應該是逆電流 就逆電流 就是號稱可以讓你的電流比較順暢一點 但是我是覺得那個以前常常發生起火燃燒 不是這個東西你看就不正常 它這個東西把正極進來 負極也進來 這裡面弄了一大堆電容有的 一看我們自己學理工的 我們就覺得很容易就爆炸起火了 你看它這個還是一樣沒有膠 對啊 它原本的這個桿子應該是這樣子 看這 這也掛了 難怪它 難怪它要自己工一個 折不下來 已經折不下來 好啦也不錯啦 好不好 這個mark回來可以把它換掉 換個mark 這真的都退起來很厲害 門啊 門的板件看一下 而且人家 這膠條是車主自己貼的吧 這自己貼的 它一樣都沒有封膠 全部的板件都不封 不嚴 它的那個在這 貼那個貼紙 對 螺絲也都沒轉 門的螺絲都沒轉 都沒轉 都沒轉 好的 都好的 你看這後座 跟LBX差不多 唉唷 該不會它也會 一樣一樣一樣 跟LBX一樣 哇賽 我說後座那個距離 這很小 對啊距離跟LBX好接近 板件都圓的 來螺絲拍一下給觀眾看 螺絲都沒有轉 那邊 有沒有很漂亮 好 車頂行李駕有一點點的 脫漆了 不黑了 有年代的感 對這個我們回來用 自動關門系統 對它自己關 沒有你頂到人家吧 有耶 對 我最喜歡的椅套 這個拆掉會不會就變新的 裡面原本是絨布的 裡面應該跟新的一樣 不錯 我喜歡 我最喜歡有上椅套的 好 好我們現在來發動它了 出幣 來看一下它跑幾公里 我剛剛看它證實皮帶5萬換 代表這台車理程不高耶 而且你看它不用 不用踩離合器就可以發動了 對啊 喔對齁 手牌通常都要踩 它沒有保護機制 完全不保護 那個是要保護安全的嘛 這當初才賣好像三十幾萬而已吧 認真 對這一台當初賣三十幾萬而已 我印象沒記錯的話 全部都硬塑膠 這個有拉法斯紋的硬塑膠 這看起來也很沒質感 有沒有它就是做一條一條 還是有誠意啦 但是就不太有質感 然後有電動可調後照鏡 出風口它也是圓的耶 也是有拉法斯紋的 圓形的 斷了 斷了 斷腳 這現在不然我們材料 應該找不到 算了就這樣讓它這樣子 它意標板很小 這至少很小 老花眼可能看不到里程 六萬兩千三百七十五 車上很多裝備耶 有導航 胎壓 顯示器 這個應該是 喔 流媒體 還有它換了Sony Sony的主機 按鍵很簡單 就是這種最純粹最機械式的 它這個往左轉是室內循環的風速 它往右轉是室外循環的風速 所以它是室內 分室內跟室外 它有沒有冷氣 現在轉到最冷 一點點 好我現在開到最強 有耶 哇 有一點煙味 嗯 有齁 你有聞到齁 有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什麼 擦前檔神器啊 這網路我看它在賣 它感覺是自己DIY做 沒有沒有 這網路我在賣 是喔 這樣 擦前檔神器 哎唷 因為前檔很難擦啊 你用抹布 你人家這樣 你懂什麼 錢 付二代對不對 有啦 我有擦啦 我知道 你付二代沒擦過前檔對不對 有 我有擦過 都是花錢洗車幫你擦的對不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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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擦 哇重點是阿媽 你有車你也是付二代 哈哈哈哈 幹 欸 雪豹 啊不雪辣 廠商可以置物啊 先不要買 我等廠商來找我 我們開賣購 再買 這真的很方便耶 欸這真的很方便 你看這樣就擦好了 其實這個客人也是蠻愛這台車的 你看 嗯 它還有那個格勒 它都把它黏起來 閉光店都把它黏起來 閉光店 閉光店還買這種反皮的 欸好帥喔 你看它的 手套像是這樣耶 我都忘了 我以前買過耶 卡電耶 卡電耶 車主為什麼在這邊訂兩個木條 我知道它要放中央扶手 他為了放中央扶手 它又自供了 它又直接把它供下去 呵呵呵 會不會心疼呢 它可能買到這個放下去以後太低了 就是直接腳太低會陷到裡面去 所以它用木條把它墊高 它覺得這樣子比較符合 這樣溃剛剛好 對它比較符合它的那個 好酷喔 好想買喔怎麼辦 我媽連鏡子都不給 我還想說有沒有燈啊 一拉開什麼燈 連鏡子都沒有 什麼燈 而且這個也很像Toyota的 有點像March 之類的 為什麼隔壁反而有鏡子 這邊有鏡子 開車不能照鏡子 所以隔壁還有 省一塊啊 這偷一塊起來 冷氣只有涼而已 沒有冷 它會不會是要開起來才會有 吹起來蠻兇的 對啊 1500耶 感覺冷媒不太夠 吹起來又涼一點點 冷媒壓力不太夠 還不錯啦 這應該看起來 引擎缸狀況 感覺在庫車 冷氣要弄一下 輪胎 輪胎也換最便宜的 不要講什麼牌子 好啦好啦 我去買一買好不好 不看了啦 不要看了啦 這車買回來開箱啦 當初大家都笑它 你知道嗎 會不會是 它好可憐喔 我覺得是品牌風向不對啦 其實就是還是一台車嘛 是啊 只要賣的便宜 有什麼關係 東西不好 那你就後勤好一點嘛 那後勤嗎 不是賣嗎 最後就把它丟了嘛 拋棄了嘛 拋棄是 對啊它拋棄了很多廠牌 以前很多廠牌都是這樣被拋棄 賣一賣 好像很難削 然後就沒代理 很難削 然後那些買的人就吃自己 吃自己 孤兒車喔 孤兒車才有多啊 以前連福斯都很多孤兒車好不好 真的喔 福斯以前代理商換好多 什麼太古 台縫太古 標達有的沒的 標誌也是很多啊 標誌有什麼鞋盒 還有什麼有的沒的 所以以前孤兒很多啦 好啦我先給客人七七八八啦 這個當初客人喔 2012年的2B 我也是聽到說它 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是手排嘛 第二個是它只跑6萬 第三個是 我想拍片 這個才是第一個 對對對 所以我就跟它報6萬 就比報費高一點 你跟它報5萬 你看車還在扣一扣 比舊換新還低 然後怎麼要賣你 所以我就跟它報一個很曖昧的數字 來現場我們再看它有沒有舊換新 它如果沒有打算買新車 我們是不是可以跟它殺到5萬呢 這做生意的沒缸啊 等我啊馬上回來 不要回來馬上走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Bear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很屌欸這客人 怎麼屌 我問他有沒有換車 他說有啊 他換什麼車你知道嗎 什麼車 馬亨達KUV 那是什麼 手排是啊 現在目前最便宜的車子啊 那什麼牌子啊 印度的啊 真的假的 有這個車 馬亨達是什麼車 馬亨達 嘟嘟嘟 你這樣用唱的 保來物味就這樣啊 對啊 他都開冷門車欸 我問他說他之前 有看過什麼沙威 保陳蓮花的 手排的沙威 那以前我賣超多 小台的保陳蓮花沙威 沙威其實是還不錯的車 底盤又好 但買手排的 製排很稍晒 製排的那個 在三十幾萬 四十萬左右 你想想看 以前這個車四十萬被嚇得要死對不對 我現在我就問 你去哪裡買四十萬的車子 沒有 半台 現在如果再出一台這個新的熊貓車 長這樣一樣 不要改 你賣三十九萬 有沒有人會買 賣爆 絕對有人買 我就會想買 你想想有修改啊 對不對 現在總要進步一點點 但是 這樣拼一台車出來 我覺得不錯啊 我就市區開開而已啊 沒錯 不要跟我講安全性什麼啊 沒錢就不要命了 我那時候想說馬亨達KVP到底誰在買 真的有人在買 但是我們這個客人很屌 現在2024年對不對 我就說那你換新車 那你總不去救換新就好 他說不好意思 我買的是2019的領牌車 他2019就領牌的車 到2024年 拆了五年耶 他庫存了五年耶 可以這樣喔 可以啊 不會倒掉 他如果好啊 他要放10年也會贏到的事情 十年後拿出來賣也OK啊 不是你不覺得很屌嗎 這是我目前聽過庫存最久的車子 VS我遇過兩年 標誌的我遇過三年 放三年 我現在更新了 排行榜更新了 兵器補排行更新了 馬亨達KVP 馬亨達 馬亨達耶 第一名 五年 庫存五年 他領牌車就不能抵了 你就知道意思了吧 你買不到五萬 我們就可以跟他 對不對 好好處理一下了嘛 對啊 這邊也掉漆的 這個還用那個鎖啊 這個還直接弄 喔 啊這個 開始瞄了 冷氣好像也沒有很冷 我們決定可以出在五萬以內 沒問題了啦 可以喔 好不好 好 那我去跟他出了 回來再跟大家分享 OK 搞定了 2012年 to be or not to be OK W car 熊貓車 1500cc 手牌 付車頂架 還有熊 熊出沒注意 我們最後成交價格 三萬八千元 真的假的 欸三萬八 是要你捐過多少錢 雖然他是 Refs的 Refs 欸也要捐八 比摩托車還賠你 對啊 三萬八耶 對不對 你沒有嘛 有嘛 對不對 就算你沒有 媽媽也會給你啊 有 你付個帶啊 我現在把你塑造成 負責負貸 幹 欸不過真的啦 他確實說真的很多人 不收 然後他就是說 他習慣買一些冷門車 他覺得就是車便宜就好 欸他這樣騎得很划算 他開了12年 他只折30幾萬 你現在隨便買一台 Vios 一年就要折30萬 對啦 你隨便買一台 百萬級的車子 超過一百萬的車 你第一年可能就要折20萬去了 他開了12年才折 三幾萬 聽起來很便宜 你很划算 我買三萬八 我也覺得好划算 我們就開到爛掉為止嘛 好玩啦好不好 如果觀眾朋友 想要看這個熊貓車 我們的試車分享 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好不好 那今天的你要賣多少 非常開心 我刷到這台車 我近期裡面好像沒有 這麼興奮 我上一次這麼興奮是怎麼知道 可能是第一天見到我老婆的那一天 這麼久 到現在都沒有再興奮過 哈哈哈哈 下次見 拜拜 阿 阿 汽車教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